上環畫廊臨立 今次我帶大家參觀一下位於上環西街的韓國畫廊 見面了快 今次展覽的藝術家就是來自南韓的藝術家叫做江德夢 而展覽的名稱叫做觀海洋 是以海洋、書和窗作為展覽的主題 金德龍在韓國首醫國立大學的潰瓦系畢業 將傳統和當代手法湧入其他的藝術作品中 探討傳統物料和文化歷史背景 在韓國社會的時間變遷 作品以珍珠舞作為主要的創作媒介 用樹木提取的執液製成膠水 混合天然色粉、塗於表面 配合傳統的工藝技法、鑼鐵 將珍珠舞片裁成薄片 相陷於木器的表面 組成不同的文養 海洋是大地生命的根源母體 嚴格作品亦是從人來自海洋 母親亦是隱喻所有生命的根源 九幅小的作品組成在一起 會見到不同的水平線和時間線 組五晚潮池的變化 展覽主要分為兩個部分 在地上的作品代表善逆的海洋 畫廊一樓所剪製的作品描繪山甲圖和建築的概念 借景 對比地上剪製的海洋作品 畫廊一樓山甲圖的作品 藝術家以書籍反映文化力小的重要思潮的價值 山甲圖和朝鮮王朝時期 在皇室庭園和上流社會的住所所找到的 裝飾畫作非常雷同 象徵著人類不斷學習知識和寫作的學球 畫中的圖戲 藝術家為了他畫出圖戲的質感 混合製作圖戲原材料的圖粉 所以效果特別像真 在選擇中之間 完全沒有大衛生液 是的 很方便 在選擇上五層面 天時 想要更多的圖片 對方 好 上海的白 nes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